您有没有接触过人大代表? 没有 从来没有过吗? 没有过 就是我认为宣传正常量多 但是到老百姓具体有困难说 基本上叫天不灵叫地不应 非常困难 人大代表是你们这个选区的 您有没有接触过呢? 没有 我认为这方面特别不理想 就是说根本你也见不着这人民代表 你要想反映民情民意 这代表是谁 基本你不知道 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 你有几年没有接触过人大代表 或者是候选人? 可能我想想 得有个七八年了 说的详细一点就是 我们知道这些代表是谁 但是可能我们很少有时间 或者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们接触 我们很少有时间去跟他们面对面的去交流 因为就算你知道他叫什么 甚至你可能知道他住在哪个区域 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哪关公 他在哪块住 咱们可能找不到他 如果你真去贸然去拜访一些代表 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遥远的 今天这个途径 这条路径实际上是没有打通的 你希望这些人民代表 怎么样做呢? 才能够履行他们的职责? 我认为他们应该在被选区内 公布他们的网址 或者他们的电话 联系方式 处理方式的时间 就说你要提 你给我提 就给政府提也好 还有社区的这些建设也好 只要你提了 什么时间回复 就为那个程序啊 你都要给公布详细一点 老平要找你能找得着 办事多长时间能办 我觉得这很关键 你人民代表 你是代表民意来的 你得下情上达 但是我们找不到这代表 联系方式基本上也不知道 这就是问题 我觉得对于代表来说 如果公开他们的 正常的这种联系方式可能不好 但比如你公众一些邮箱 公众一些我们对外的微信 这种可以联系到 但又不是面对面联系的那种方式 我觉得可能更稳妥一些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 经常的跟你们保持接触 随时的来倾听你们的意见 和你们讨论 你们所关心的问题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是肯定有的 如果说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 是我们国家在这个 那代表就是更准确地反映 我们的人民的一些想法上 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